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过去我对哈里斯有一个什么印象呢 说实话 我觉得他有点像美国版的陈鲁玉 美国版的陈鲁玉 什么意思呢 就是他老是在不该笑的地方他瞎笑 这个就让他看来他挺别扭 陈鲁玉不就这样了 不好意思啊 黑了陈鲁玉吧 但是这确实是 就是这个问题就是你在不该笑的地方你瞎笑 这个人听着不舒服呢 哈里斯现在把这缺点改了 抱歉就是川普啊 你不是就说那个能骂吗 我也能骂 你不是能画大饼吗 我也能画 以欺人之道还斥欺人之身 这个把这个民主党的这个 基本群众的这个情绪啊 一笑就掉动下来了 哈里斯有他的本事啊 我知道了 过去把他看的那个太低了 那他就说啊 什么你挨子弹不挨子弹呢 挨子弹怎么 你挨的子弹就正确啊 啊 我们就不敢骂你了 就通信你了 一开始还真的是这样 他挨了子弹之后 就说民主党把好多 骂川普的广告都给撤了 哈里斯不挨啊 就直接说你是罪犯啊 我是检察官啊 我作为检察官对付像你这样罪犯 对付的多了 你算什么东西啊啊 我知道怎么对付你 哈里斯还利用了就他自己的过去的那个职业啊 那么除了哈里斯的讲话之外呢 我给大家讲讲啊 一切其他方面的这个选情重要 确实非常重要 就是这个民主党的两个重磅的这个人物 就参众两院的这个民主党领袖 一个是这个舒默参议院的民主党领袖 一个叫那个杰弗里斯啊 众院的民主党领袖 在渗了啊 这么长时间之后吧 终于出来表态了 支持哈里斯啊 所以呢就 应该没什么悬念了啊 整个这个民主党啊 就团结在哈里斯的周围了啊 跟川普干啊 看能不能干赢吧 啊 这个民主党就在这么短时间里 就这么快就集结起来了啊 说明他们恨川普也是恨到家了啊 对吧 先谋说别的啊 先把你川普干倒啊 而且那哈里斯现在他这风格是对的啊 什么这个呢 没有这么多的条条广告啊 你川普不是什么条条广告都没有吗 骂人骂这么难听吗啊 我也直接猜你啊 你就是一个罪犯 我就是检察官 我专门整你这种罪犯啊 我还不知道怎么整你吗 那么还有一个呢 就是说呢 就是确实关系到就是说这个 以巴问题呢 就美国这个汽车工人协会 美国汽车工人协会啊 一直支持民主党的 上次美国汽车工人协会这个游行 拜登不还去参加了一下吗 让他跟那个汽车工人协会的这个主席吧 抱在一起啊 照相什么大 他一直支持这个民主党的啊 但是呢 这次他提出要求来了 他提出什么要求呢 就是说你哈里斯啊 必须表态啊 你当上总统之后啊 立即停止 对以色列的这个军事援助 立即制止 就以色列啊 就在中共地球 在加沙地带啊 就打了这个仗啊 说你要能承读这个 说我们这个汽车工人协会啊 就玩了命啊 也帮你啊 帮你玩命 不同意这个啊 那就不好说了 咱们这这传统友谊啊 就跟民主党这传统友谊啊 也就玩完 那么美国汽车工人协会 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 啊 这里很容易解释 就美国汽车工人协会里边 这很多会员啊 现在啊 他这个成分啊变了 他不是原来这个 主要是白人了啊 主要是老美国人了啊 他现在这个会员里边啊 就阿拉伯人呢 和这个啊 干脆就是这个巴勒斯坦人呢 是比较多了啊 所以他呢 得照顾就是说 他自己这个 会员的这个啊 情绪啊 提出这样的要求啊 看吧 反正还有的看头啊 说川普那赢定了的啊 这个颜值过早啊 现在哈里斯啊 居然这一下子的势头上来了啊 让我们刮目相看啊 这个视频就做到这儿 谢谢大家